大家好,这里是斯坦福IT,今天我想跟大家谈一谈做IT,转行IT,有门槛吗? 昨天我接到我们一个美国的学生打开的电话,他就问起来了,他说老师啊,他的好多朋友问他做IT有门槛吗? 当他猛一下提起这个问题的时候,我还真的让我去思考了一下,其实在很长一直啊,我就认为做IT没有什么门槛啊。 我常给大家说,做IT啊,人人可以做IT,做IT的不论出处,但是实际上这个门槛之说啊,在很多很多对IT不是很了解的人们心里头总有这个坎儿,就问到底是有没有门槛呢? 其实我就在,让我去思考一下,我就在想这个门槛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啊,如果有坎儿的话,可能从上大学就开始了。 为什么呢?大家在,大家在开始上大学的时候呢,有的人去做了这个Computer Science,Software Engineering,是吧,这都是在各个大学非常难尽的专业。 而且他们的课程呢,其实在学习起来也不容易,他们要学数学,要学工程,各类各方面的这个课程。 所以说这个在,从大学开始呢,就给大家形成了一个这种,一个坎儿,就是这个专业跟专业之间的一个坎儿。 那他们是学计算机的,我们不是学计算机的,是不是他们就,就学他们的专业就非常难呢? 或者是,然后呢,而计算机专业在大学期间呢,他们很比较风光,是吧? 被许多其他的专业的这个同学们所羡慕,因为他们有机会,他们可以做coop,做intern啊,做coop。 然后他们拿到的这个职位呢,都相对的高,然后还容易拿到职位。 那其他的专业的方向的同学们呢,可能求职也稍微困难一些,是吧? 拿到的这个职位的薪酬也低,这就是这个现象,这就在大家,从上大学开始就造成一个坎儿。 就是,哦,我跟他们不一样,我很难,我要去,我做他们做的事情很难,是吧? 然后我跨不过去这个坎儿,啊,其实这个,这个,这个现象我告诉你,做IT有很多很多的职位啊,那不光是做这种Software Engineer,是吧,或者是Developer,他有很多很多的职位, 比如这个商业分析师,商业系统分析师和数据分析师,啊,啊,很多很多这样的职位,这样的职位其实对,是不是这个, 这个,在大学是不是学这个软件工程啊,计算机科学啊,其实没有太大关系,而你们所学的这种非IT的专业其实还更有价值,那么说在大学里面刚才谈到的Software Engineering啊,包括Computer Science, 他们毕业之后大多数是做呢,软件工程,软件工程师啊,或者Developer,而这些职位只是众多IT职位里面的一部分,其实,嗯,做IT呢,就是大家, 但如果是非IT专业的,去做IT可以做很多很多其他的IT职位,而这些IT职位呢,一点都不比Software Engineer低, 即使,还有即使,我跟大家说,即使你是在大学学的非IT专业,没有关系,如果你想做软件工程师或者是程序员,一点问题都没有啊, 然后你来学相应的这个基础,就是技术体系,然后跨入到这个IT行业做开发,一点问题都没有,对吧,一点问题都没有, 所以说这不存在什么坎啊,这种坎呢,可能是这种形成的,一种在心里形成的一个误区吧, 还有一个就是,我也经常会收到电话就问,哎呦,这个IT技术是不是很难学啊?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,我就一般都会说,其实不是这样的,每个人,我认识的几乎所有的人学习IT技术都不是问题, 因为IT技术发展到今天啊,绝对不是难为我们的,我们学习起来越来越容易了,只是说, 因为IT技术现在越来越像一个立体啊,越来越丰富了,它不是一个个单一的支持的片段,它应该是一个整体的体系了,是吧? 所以,但是IT技术本身学习,不是越来越难,是越来越容易了,我们都可以学习,没有问题的。 还有一个,我昨天呢,看到我的这个视频下面有一个留言,一个朋友的留言说, 他已经失业8个月了,他现在也想转行IT,但是他说呀,他的英语能力很好,但是他的数学很差, 而也不懂什么技术,他说能做IT嘛,其实我告诉你,英语能力强是最有价值的, 对于我们海外华人,英语能力强,你就会非常的顺风顺水,你有很多的机会。 那么数学差,数学跟做IT就没关系,我实在是,我觉得我看不到几个职位, 就是做IT职位跟数学有关系,你比如数据分析师跟数学有关系吗?做一些统计, 那些统计知识我告诉你,你做项目的时候,你做工作的时候了解一下都够了。 所以说对数学也没有什么要求啊,商业分析师,商业系统分析师, 对数学都没有要求,即使你做开发,我觉得百分之八九十的开发职位, 对数学也没有要求,所以说这个数学的好坏跟做IT没有任何的关系。 那么他说技术不知道,技术不知道可以学习,IT技术现在掌握起来, 掌握完整的知识体系是完全可以的,通过后来的学习是没有问题的。 那像这个,我觉得你找到合适的方向,学习相应的技术体系, 几个月求职IT的职位是完全可以的,没有任何的问题。 还有一个就是,大家有时候也问啊,这个男女是不是IT是男人的世界, 我女人不适合做IT啊,不是这样的啊,也不是这样的。 其实,即使我们很多女生做软件工程师,做程序员,也做得非常非常好。 因为软件工程师上软件工程这样的体系里面,男士是占多数的,是吧? 我们的女生是非常欢迎的。 所以说,像这样的知识体系,掌握起来也没有什么难度。 我觉得不是很难,只要你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,然后去学习都是可以掌握的,没有任何问题。 其他的一些IT的职位啊,我觉得女生做起来也许还更好呢,数据分析师,商业分析师,商业系统分析师。 因为女性更有意愿去交流,更容易跟人和平相处,我觉得冲突少了许多,交流沟通顺畅了许多。 所以说,至少在这些领域,女生一点都不比男生差。 我觉得在IT的职场、IT的职位里面,男女都一样,各有各的优势。 有些人问,哎呀,她说,老师,我这个没有任何的IT背景,我IT背景是零,我就没法去做IT。 其实这个我有时候要更正一下大家,就是,现在我们IT,不管你是做什么的, 我们都是使用的IT体系,对吗?都是DG体系。 这个体系是由IT专业人士来创建的,我们其实都在使用它。 你说我一点背景都没有,显然不是对不对的,因为你是这个体系的使用者, 你对这个体系,它的业务,而且对这个体系有深刻的认知。 还有一个在IT领域,它这个IT领域非常的广播,有很多很多的职位, 其实IT里面的职位之间的差距,有时候比你跟IT里面某个职位的差距还要大得多得多呢? 我给你打个比方,比如你是在企业里面做业务的,是吧,做销售,做市场。 做服务的。而另外一个人在IT领域,他是做infrastructure的,或者administrator的。 所以说,那我们说你是做IT,你做业务的IT,做数据的IT, 你去帮着这个企业比较相应的这个业务体系,就是这个DG体系的手。 我觉得你跟这个IT professional,就是创建这个体系的IT professional的差距, 远远要比在IT领域里面做infrastructure的,做network的,或者做administrator的, 跟这个IT professional的差距要小得多得多。 所以说,那你做起来,你经过学习,选择合适的方向,当然是可以做了。 更容易去做,对不对? 所以说,我觉得,当你说IT是零背景,我一般都会更长, 你不是零背景,你其实也是IT系统的使用者。 对吧?你对IT体系有足够的认知。 所以说一点都没有问题。 关键是要选择合适的方向,根据你的教育背景,你的职业背景, 选择合适的方向,经过合适的技术体系的学习, 求知IT职位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 其实我就在说,这个到底做IT,转行IT有没有门槛呢? 我觉得有这个门槛是你心里的坎,就是你心里形成的, 对于IT的一个门槛,你觉得它高不可攀,或者是你觉得, 你被阻挡在IT的这个体系之外。 现实根本就不存在着这样一个门槛。 这就是我给大家今天讨论的主要内容。 欢迎大家过来探讨。 我们斯坦和IT每周都会有公益的这种网会, 带上你的任何的这种学习,求职面试,职场的这种问题, 加入到我们的网会上面,给我们来探讨, 我们来帮你们解答。 我会把那个网会的link放在我的评论区, 然后你可以点击注册,带上你任何的问题, 来跟我们沟通交流。 好,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